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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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吴智玲 上学期2月到6月的时候是在荷兰海牙应用科技大学交换 希望今天听完交换之后 大家会帮大家预习一下 如果要去荷兰的人的交换体验 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去欧洲的话 有点心理准备 那我会先介绍 学校的简介 跟课程的介绍 接下来再介绍我在那边的生活 还有建议大家如果去欧洲前 或是去荷兰前 你要准备什么东西 跟Q&A 那在学校的部分 荷兰它是有分两种 学校 一种是研究型大学 另外一种是应用类大学 那海牙过名思义 它就是应用类大学 然后它在2017年是应用类大学的第一名 那我们中心过去的话 会被分配到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你们这个科系 那这些科系的话就是里面交换的人 交换的人很多 然后也是校内人数最多 也是最知名的科系 那整间学校的教学氛围的话 它都是很重视你的知识应用 然后跟整间学校很重视国际化的视野 那我今天有剪一支片 就是介绍学校的环境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等一下可以最后再看 那课程的部分的话 它海牙它一个学期 就是中心的一个学期 它会把它分成两个block 那有些课程是以一个block为单位 有些是以两个block为单位 那根据你的学分的话 它的课程时间可能是45分钟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那我的课基本上都是选一个半小时的 那你可以选 在这个系里面 你可以选各种不同的专场 跟管理学院相关的主题 像是human resource finance 然后行销跟供应链之类相关的 那难易度的话 它大一 因为大一到大四的课你都可以选择 我自己是推荐选大一到大三的课程 因为大四它的课程叫minor 然后它是一个实作个案 那它是开放给那些 就是大四没有出去实习的学生 在地生去学的课 所以它会非常的硬 然后一堂有15ECTS 就等于是台湾的大概7.5学分左右 那刚刚中心的国际事务处有说 我们最低应修学分数是6学分 那换算成当地的学分 你就直接乘以2 就是等于12ECTS 好那我现在来介绍我选的课 那我推荐大家如果在那边选课之前 你们可以想一下就是 你自己想要出国的目的是什么 那像我的话 我就是希望可以精进我自己外语的能力 跟去体验看看那边的行销跟台湾的行销差在哪 那我这边总共修了四堂课 然后由简单到哪 我会一一帮大家介绍 那第一堂课它是Ling Six Sigma 然后它是财经系的课程 然后有开放给我们国际深修 那这堂课它上课的模式的话是 就是老师它每个礼拜会上不同的技巧跟一些知识 然后你上课完之后 你跟你的队员就是你的组员一起讨论出那一周的课程 那等到老师学期末上完之后 你们的小组报告也会完成 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一定的进度的概念 所以它相对起来会是比较简单 然后又是团体报告 所以它比较不会有负担 也不会时间那么紧凑 那第二个的话是Public Speaking 那它有点像是我们同事课有的英语演说 那老师就是会每一周教你有关英文演说的起程转合的技巧 那你在学期末的时候就需要上台去报告一个类似TED的演说 那你可以自己自定主题 那我放在第二栏是因为它有一个一点陷阱的地方 就是它期末的报告是要10到12分钟 所以你需要练习的时间抓得很精确 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要重考 然后第三堂课的话是Advanced Marketing 那如果未来想要往行销相关发展 或者是本身就是行销系的 我非常推荐这一堂课 因为这一堂课它是它很酷的是它老师有四到八位 然后每个礼拜它会有两个主题的课程 那每周的话老师就是会交叉上 那它上课的模式就是课前你要先上网看上课的素材 去了解这一周要讲什么行销的概念跟知识 那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直接开始带个案 或者是它举例让你去了解要怎么去应用这个礼拜的课程 那它期末的话我会排在第三栏是因为它是很跨着两个Blog的课 所以你要你要去念整个学期的东西 然后再期末一次的成绩就要把它考到Pass 那期末的话它的考试是升论题 所以大家要多花点心思去念这一课 那最后一个的话是荷兰文课 那我自己想选这堂课是因为我想要了解荷兰文的日常生活对话 那它就是要让你了解一些听说读写啊 或者是教你一些荷兰文文化 那期末的话你的成绩就是会来自于你的个人的比试跟团体的口试 那你个人比试这边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它有一部分是手写 那我排在这边排在最难是因为 因为有些荷兰的口音 它会有一些口水音 像H它可能就会喝 然后我们就发不出来 所以会比较难一点点 然后接下来介绍比较轻松的就是我在那边的食衣住行 那吃的话肯定是自己煮为主 那我在出国前我完全没有学过煮饭 就是想说拖到最后一刻去就知道了 结果去了之后你看到价钱你就觉得 哦要煮饭了 就会去一些学校附近就有一些连锁的超市 像H或者是Jumbo 这两间都是非常有名的连锁超市 也很便宜 那另外如果你想说你想要在那边吃到台湾的味道 荷兰超方便是因为它有很多连锁的亚洲超市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买到威力炸酱面啊 买到一些你的什么韩国的烧酒年糕啊 各种亚洲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买到 那市区的话就有两间亚洲超市 是花南行东方行 那我另外补充是因为在欧洲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有穿就是流行性感冒 你就会咳到不行 那我那时候都会去亚洲超市买那个 京都念慈安的琵琶润口膏 就每天一直这样吃 就比当地的药还有效 那在穿着的部分的话 就是市中心就超好逛超好买的 那如果喜欢穿古着的 我很推荐荷兰的古着店 都很便宜然后又很新 那在住的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照片 那左边那一张的话 第二栋就是我们的宿舍 那整栋住的都是大医生或者是交换生 那里面的话就是三到四个人一户 那一户里面你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房间 那我房间就是右边那一间 但因为我是春季班 我不是开学的那一个七八月就去了 所以我选的只能选剩下 有些上学期是交换生 下学期空出来的房间 所以这间就比较贵一点 一个月大概台币一万五左右 那它比较方便你填学校宿舍是因为 它会提供你你到了之后 它就会给你一个新生包 然后里面就会有盘子锅子 然后一堆调味料 然后跟床单床垫啊 什么都提供好 所以我很建议如果你想要加具类的话 你就是直接到了 看缺什么再买 那行的部分的话 宿舍到哪都很方便 你走五分钟到学校 到火车站 电车站 然后超市 那火车站的话 你也可以去买荷兰的月票 就它有一个订阅的方案 你每个月大概付30欧左右 你假日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到市区 通常做三四趟就很划算 好 这边的话就是重要的事项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想记 就直接拍照 因为它有点细俗 那出发前的话 在你确定 你已经拿到中兴大学 愿意推荐你到荷兰海牙交换的时候 你就要去注意它官网会有一个日期 那我等一下后面会把那个官网 放一个QR Code在上面 因为那个页面有点难找 然后它的官网的话 你就要去填写它的申请书 那申请书里面就会包含你要交财力证明 你要汇你的申请的费用 还有学校会帮你保学生的保险 那你在那边也会勾说 哦 我之后也想要收到宿舍相关的讯息 这样你就会接着可以等到 等你的宿舍的消息 那等到你的申请书通过之后 你就接着就只要等你的入学证明 跟你的宿舍通知 那宿舍通知 你可以选择是一个月一个月久 或者是半年直接一次缴清 那我是建议一次缴清是因为我同学是一个月一个月缴 结果他在离开的前两个月突然被告知说 哦 因为我们下学期有人要进来住 所以他们不能继续住 就是临时被赶出来这种状况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一次缴清的话 就会避免这些状况 那如果拿到入学证明之后 你们就可以开始处理签证 买机票 那机票的话 我自己是推荐做新加坡跟土耳其航空 因为他们有学生的优惠 那另外一部分推荐这两间 因为每间都几乎都有学生优惠 推荐这两间是因为他们的托运行李的 那个KG数是最大的 就是有40公斤 你可以带到你开行这样 那到了之后 你就要办电话卡 那我的电话卡的话 是在宿舍的新生包 他就有提供一张 LeBara的电话卡 那我自己本来也就是想要办这间电信行的 那这间电话卡的话 它是宿舍包 宿舍新生包 是给你用前一个月 那你就可以继续用这张卡 然后下载它的APP 继续除值就可以继续用 那接着的话 学校就会帮你预约去市政厅 去注册你住进来的地址 然后去移民署去领你的长期居留证 那等你拿到所有的居留证或个人资料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办当地的银行 那为什么荷兰要办当地的银行 是因为就是很多 他们只接受他们自己欧洲的银行系统 所以如果你去超市买 你要自住结帐 你要刷卡 有些信用卡是刷不过 他只接受当地的银行卡 那这个的话也需要事前预约 因为通常开学季你只要拿到你的证明之后才开始约 一定约不到 所以都是要事先预约 那在回国之前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前两个月就要打电话给你的电信行说 你要取消你的电话门号 因为像我就是前一个月才打 他跟我说让我只能帮你用到八月 也就是等于我多缴一个月的钱 然后前两个月也可以寄东西回台湾 因为大概花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寄到 怕你的托运行李会超重 那一定会更贵 贵超多 然后再来就是出境前七天去市政厅取消注册 或者是你寄信给他也可以线上的取消注册 那比较重要的是要还居留证 就常常会有一个欧洲的传说就是你可以把居留证带回来 但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就是你该还的要还 要不然下次你想要去荷兰玩 可能会有一些记录在之类的 所以你去移民署车号码牌还居留证了之后 他会给你的收据 这样你出关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好 那如果你有订阅什么荷兰的交通卡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走的当天去零贵取消就好 他会把钱退回去你的银行 好这边就是我帮大家整理去欧洲一定要准备的东西 就是有些就是比较特别一点 像是头发一定要先剪完再去 因为那边剪头发很贵 然后外国人的头型又比较好看 所以他剪帮你剪你会想要再剪一次 然后药品的话像我刚刚说有流行性感冒很多 所以我没有想过我半年可以吃这么多感冒药 所以感冒药一定要多带 然后当地的感冒药我自己觉得也不是那么的有效 那OK蹦啊如果走太多路脚会破皮的话也要OK蹦 然后酸痛贴布或是你有运动的习惯或是怎么样都可以带 然后另外的话 比较特别的是建议女生带夜用型卫生棉 如果你没有用棉条的习惯的话 因为当地的外国人他们都是用棉条 所以其实基本上像台湾那么长的卫生棉 买不到 所以可以建议这一个 那如果你想要跟当地人文化交流的话 可以带一些台湾的美食去煮 跟他们交流 那心态比较重要的是我希望 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先了解你们出国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们列出来之后 你们做的每件事都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 因为你在欧洲一定会遇到很多 就是你自己就算准备了120% 还是会有人想要雷你 所以你就必须要不要害怕去面对这些问题 然后不要害怕解决问题 好那这边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去荷兰就是比较culture shock的地方 就是像他的教育风格 因为他们 因为在台湾的话 大家就是比较像是比较害羞 比较不会跟老师互动 那在那边的话 他们就是老师整个是跟学生是一个朋友的状况 然后老师也会问我们说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 我们中午就一起吃饭 谈谈一些就是人生之类的东西 就老师也觉得老师整个人都很年轻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很重视永续 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 连卖衣服的地方都会有类似什么 永续的东西在 所以就蛮苦的 那回国之后的改变 我这边这一页是想要给 可能还在犹豫要不要去交换的人 因为回国之后我自己觉得 我是比较敢用外语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 刚开始第一个月 我可能就觉得我的口音或者是我的句子 一句话都没有那么完整 大家到底听不听得懂 但其实只要你敢说 像我第一个月就是整个月都每天在喝啤酒 就觉得要讲得顺一点 要讲得顺一点 然后就是讲到有点微信的状况 就可以越来越顺越来越顺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拓展视野 就是可以回来了之后 你就会开始思考说 其实我以后在荷兰工作我也可以接受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思想要开放 你现在也会回来之后更关心国际的事件 因为你有朋友也是在那个国家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这三个是我比较大的改变 好那 那这边就是我的Q&A 那左边是我的IG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都可以私讯我 中间就是我Youtube有拍一些在荷兰生活的影片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刚刚我说很难走的那个官网 所以大家都可以先拍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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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